美国运用它的市场力 做直接的围堵 封杀 那我倒回来讲一下 我们看华为 比亚迪 宁德时代 因为像大疆或者是其他东西 它可能是用市场力可以做的 可是另外一个 在美国对于华为 比亚迪 跟宁德时代的全面的作为 其实是它整个工业4.0的政策和策略 在工业4.0里面 如果你希望你一直能够遥遥领钱 那你有一个对手很快的话 你要想办法拽住你的对手 你可以用策略的方式 你可以用市场的方式 你可以用价格的方式 让你的对手跑不快 那这三个都是因此而被处理的 我讲前面两个大家比较熟 我讲第三个就是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 它的前身一开头投资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矽谷的华人 在做这件事 包含了投资的 算是我们在矽谷的教父级的 徐大林刚过世的H&Q Handbrake & Quest 他们当时就带了非常好的技术 否则的话 大家很难想象说 在福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 会产生一个世界级的 独角兽的公司 所以徐大林他们这些人 在技术的研发跟移转 跟资本上面 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实至如今 动力电池 宁德时代全球大概37% 除能电池 就是如果你是工业 你要除能用的话 占43% 并且它是McKenzie所定的 叫做灯塔工厂 全球在这个电池上面的灯塔工厂 只有两个 灯塔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在工业4.0的进程中间 具有领先跟技术领导地位的 好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不要小看了 宁德时代它已经创造出来的一个领先优势 我们看华为 知道从通讯到数位智慧大模型这部分 它是一系列 然后并且它在产业上面 做垂直的产业大模型 所以这华为在数字 数位跟智慧革命上遥遥领先 比亚迪 它从太阳能板 离电池到产储运 就是整个的新能源的部分 遥遥领先 最后它坐了车子以后 把人车机的界面做起来 使得在消费市场上 能够进入一个新世界 它也遥遥领先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 更基础的就是在能源的部分 宁德时代已经有的市场地位 并且它在未来所有的市场转型中间 在工业4.0中间 都要去解决的能源问题上 遥遥领先 所以今天它被制裁了 不是只是一个偶然的 而是在美国的整个大的局里面 工业4.0 中国大陆 无论是所谓的新职生产力 或是它科技创新能力 到目前为止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卡帕子 所以今天它被挑出来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象征性的 可是它今天是全球第三大的 还输于日本的松下 输于比亚迪 松下比亚迪的应用比较多 可是就是宁德时代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两个灯塔工厂 宜宾是世界上第一个零碳的 零碳的新能源的电池工厂 所以说它在这一系列转型的 那个技术上面 有很多是现在被人盯住的原因 那么所以我们回头来看的话 为什么这次 从本来8月1号就要开始进很多中国大陆东西 延到8月30号 好 那现在为什么宁德时代又被提出来 可是有很多的反弹声音 因为宁德时代 它已经在德国 成为德国车企很重要的一个partner 伙伴 它的电池 它也在美国 在密西根州 这是兵家必争的密西根州 也承诺要去投资它的工厂 也就是说 就如同台积电 它把它的原来集中在一地的制造 分到多地 让它跟最终的市场 就是买它的这个零附件的电池的人 更接近 所以欧洲有了布局 哪两个国家 德国匈牙利 对 好 那如果说你的别的国家不要的话 德国匈牙利在整个的转型上面 就会有竞争优势 没错 那么在美国的话 它就放在底特利的附近 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要想的是 在两边的关系已经这么密切了 整个供应链这么密切的水乳交融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砍掉像华为 比亚迪 宁德时代这些公司 你不是只是砍掉它的最终产品 也许你在最终产品上面 可以禁止它进入你的市场 可是如果你把它的中间产品也砍掉的话 你就要重新研发 你要重新去研发 它们所创造出来的各种的module 一个一个的不同的模组 你要重新去研发 它们已经在全球具有领先地位的 譬如说宁德时代具有灯塔地位的 这些整个的制造的流程 全部重新制造 一定只是变成美国现在只剩下的一个选择 如果你要切断的话 那今天开始有人在市场上就会有人说 这个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也不是政府的 你说他要收集那个电磁资料 是对国家安全有影响 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 它一定有回传资料 全世界第一个有回传资料的是Walmart 是沃尔玛 他在他去做他的存货管制的时候 先做了回传资料 所以回传资料这件事情 在1980年代 1990年代 我在美国做投资的时候 是个非常风险大的一件事情 可是现在回传资料 连你去送一个包裹 他都在回传资料的时候 用回传资料作为对方 国家安全的挑战或者是风险 事实上这个借口太薄弱 苏利文去是承接了 8月15 16号的经贸的那些会谈 经贸会谈是在上海 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 从2009年G2之后 所建立的所有的对话里面 就是两个机制 一个是经济贸易 另外一个就是军事外交 这两个对话的机制 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我相信在上海的那个会议中间 是非常实的 因为它是财政部 美联储跟证交所都去了 所以他们有很多是关于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 双边贸易中间非常实的讨论 那个地方你事实上没有看到 最后很明确的 无论是承诺也好 或者是宣誓也好 所以就是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事 所以下面的一角 就是军事外交的这一角 苏利文去 他固然是会有像亮哥时常观察的 国内政治尤其是选举的需要 但是他也有必要 在上一次这个会议中间的 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 取得两边的某种善意 因为苏利文和拜登 目前算是防御这一边 就是他必须把后院守好 哈里斯才能往前走 我们台湾是称为贺锦丽 贺锦丽要能够往前跑 他的后院不能失火 那后院不能失火 就是很简单的 这是最后两边发布的那几个消息 第一个 前面的两个战场不能再有事 那中国就说 你不要老是说 中国要去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立场一直都是劝和促台 就是啊 可是苏利文他必须要稳固的三件事情 他把这个战局稳定 以使得他国内的选举 稳定的三个战场 第一个是已经有的两个战场中间 能够降温或者是解决的机会 如果没有不能开第三个战场 西太平洋不能有事 所以这第一个是他的 稳定他的后院的事情 非做不可 第二个他要做的是 大家都知道 美联储用各种的方式去拖延他的降息 今天还知道了说原来以前 非农就业的数字是做假的 80多万啊 一年之内被调整了80多万啊 30%啊 就是调整了三分之一 这就不叫做调整 就是原来数字做假 那以前 我多讲一讲 美联储的这个关注 一直都是通膨 到了Bernanke 才把失业率4%加入成为美联储的任务 所以说这件事情又被用来 他降息的借口跟理由一直延缓 现在马上就要做的时候 他必须要在美元的降息 在美联储降息的时候是稳定的 没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中国也是他需要去稳定的 那所以稳定金融 就是接续着上海 这是第二个要做的 第三个呢 其实住在美国人都知道 美国的国内的经济情况 并不是那么好 社会动乱的影子随处都是 所以他必须要在 贺锦丽说我要去做 新的中产阶级 然后新的大家的那种 opportunity economy 就是他叫机会经济 就每个人都有均等机会的 这个经济的前提下呢 中美贸易也不能出问题 甚至我认为 他真的要去控制美国的 平易物价啦 支撑中产阶级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使 现在美国人可以获得 性价比高的全球产品的 这个体系要恢复起来 也就是不能再去做 关税的那种制裁啦 或者是对中国大陆的 无理的制裁 所以这三件事情 战场不能扩大 金融在转向的时候 不能有风险 国内不能有动荡 这三件事情 都是在一个广泛的 军事外交的这个结构上 而大陆会是 中国大陆是 美国在此时此刻 必须要用美国人的话来讲 管控的一个可能的风险 所以苏利文去 大家都在讲说 元首会不会见面 我觉得跟拜登见或不见 其实意义并不是那么大 对啊 好 但是为什么苏利文 非得此时此刻去 因为他得把后院管好 后院管好 哈里斯 贺锦丽 才能往前跑 Yahoo